這個駕肌膏碗素 十八加的病藥 還有那個碳晴片 有的運動員吃了真有懷孕的感覺 就殴土啊 他又給人家吃了土的藥 又打紅蹄筒 這一切他所採取的措施 都是按照懷孕婦女的做法 這是什麼做法 簡直是按他那個觀點 不是運動醫學醫生所採用的 就是利用疾病人對待病人的方法 來對待運動員 所以是這些女運動員有的職工出學 也得堅持有了反應也得有打針 反正中安是想盡竅門讓你吃這個 所以這兩屆世界比賽 好像是羅衛士是他的功勞 說是德老師 這些人和陳章豪一樣 其實 運動的德冠軍是他的功勞 就是他以他一貫的功勞 他這個觀點就是替排球隊得冠軍 就是年修就二年冠 就是世界比賽冠軍 世界冠軍 世界錦標賽冠軍 這81年82年83年 吃這個藥 後來 放下 和五條 四條 谢谢大家